先来给大家克服一下Supreme这个品牌 来自于1994年由James Javier 创立在美国曼哈顿 主要结合滑板和hiphop文化为主的街头品牌 它算是当今最具话题性的品牌之一了 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特定的联名产品之外 它还经常以当下社会头条事件 以及政治讽刺为主题进行设计的产品 甚至周润发这样的巨星 都曾经上过Supreme的短袖 同时这个品牌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牌子 以Supreme常年合作的伙伴可谓数不胜数 每位合作伙伴均是潮流文化当中的佼佼者 像是早几年与卢泽深界 The Neighborhood合作的分支 就轰动了整个潮流文化圈子 与Nike更是亲密的合作伙伴之一 其直线每次的产品都造成热销的画面 与Collect的跨界合作更是造就非一般的画题效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 Supreme BOX类的产品可以说是常年热销 例如今年的腰果花BOX logo 无论生产多少亦能够炒香的类别之一 以Supreme的招牌BOX logo 当中以红底白色的BOX logo最为敲销 甚至可以说是Supreme这个品牌 就是整个美国街头文化的缩影 James Javier曾经说过一句话 Supreme的价格完全忽略天文数字 一件帽衫170美金 一条牛仔裤130美金 单所引起的狂张程度 确实可以和9000美金的爱马仕包相媲美 最后才说的一句话是 Supreme需要足够酷才能得以生存 我最不喜欢Supreme的单品就是它的沙发 因为它给了我一顿 非常美好的人生经历